我們看看明傳四百多呎的開房式兩磅 到六百多呎的三磅 我們看看 B 單位 533呎 進來 長廳 一個露台 看出去就十六樓 過了前面的矮屋 前面就是九龍堂 這裡看到一點點 很帥的海情 廳就雪長真 這邊就是廚房 L型的 工作桌面也夠多 還有新升盤 大窗 總體來說幾舒服 還有這個廚房的配飾配色都OK 這邊還有預留了一個士多房 可以給工人借用 轉過來 浴室 睡房幾方正 原來是兩房兩套 這個是主人房 用浸浴的 主人房 拉得不夠直 還有一個工作老婆 不是不太喜歡 門後遇上一個很小的衣櫃 D室 423呎 開放式兩房 長型的廳 這間闊很多 景觀 但要高 高於16樓 景觀就相當闊 因為前面的地位是限高的 所以 OK的 廚房就做得相當帥氣 真的不差 名牌加電 房間 3.420呎 浴室 1.420呎 2.420呎 3.420呎 4.420呎 2.850呎 18.520呎 4.520呎 3.330呎 露台看上去山景 這邊 廚房就一路形的 很帥 便馳爐 所有東西都挺骨折的 OK 不過我不喜歡這個切腳 角水龍頭基本上是廚房用得最多的位置 摺起來其實都頗花功夫 以前很流行 不過一般 這個挺好的 然後就浴室 有窗的骨 主人房 很有趣 這裡是做了半架窗 因為後面是分體器 景色還不錯 這個下面屬於34 有換石區 這個有裝修的 嘩好漂亮喔 這些鞋櫃 可以再做好一點 但這些位置就非常漂亮 然後一個廳 然後一個人造的屏風 圓櫃 沙發 電視 漂亮的 露台 看起來 12樓 剛剛過了前面那個 OK的 好骨子 廚房 廚房 你可以看到這樣擺完 其實桌面不算特別小 又不算特別大 裝修完之後 你看到收頂的天分 其實收得很漂亮 然後睡房 它動過 做了一個爬架 爬上去睡 下面就做書桌 以及衣櫃 可以坐在這裡 景觀方面也不算 壓抑 浴室 很漂亮 OK的 這邊就是廚房 製造了一個層架 然後一張床 然後那邊就供了 平台 你看到其實也不太用 按張床 應該是四尺床 按一個化妝桌 一個衣櫃 四百多尺的兩房做到 按的效果 很不錯的 符室 671尺 三房套 其實廳都很闊 這邊就看回 前面是128 跟128打對 大家看看哪個漂亮 128那邊的房 廚房 長方形的 ARRO形的桌面 還有所有廚房都有窗 這個值得賺 新宿的水龍頭 三間房 睡房好像略為小 這個就下次有窗 轉過來 轉過來 主人房 各窗 有個工作平台 看出去 這裡看一間學校 再看看旁邊的山 這裡看著獅子山 可以的 然後前面就是馬利沃 六百多尺 還有三個店 這個叫做浩澤區的浴場版 主人浴室 有窗 還有那些 有窗外的 在體質度上 就算是整個九龍塘 或街道 大單位 超過一千整塊 會較多 而且它的特色就是 廣大 甚麼都大 總價都給人 但這個旁邊的優勢 就是它的 尺寸是略小 即是600多尺做到3房 400多尺做到2房 變相來說它可以下降重價 拿到人家容易轉到這區 那邊賣3萬8 這邊賣1萬8 欠了2萬元呎價 當然那邊暗底裡還有些花神